昨天本局发生灭门血案 今天的警匪枪战 还有震撼的爆破场面 这并不是哪部电视剧的预告片段 而是朝阳科大传播艺术系学生的毕业作品 剧本啊经费都会是我们需要克服的问题 因为我们需要爆破啊车祸一些特殊的场面 然后剧本就是我们要想一些打斗啊 一些部分这样 就对你这样的病人来说非常普遍 今年朝阳科大了毕业生在动态作品的呈现上 大多跳脱以往学长姐偏爱的青春爱情片 除了挑战高难度的剧情动作片外 也有学生以纪录片的方式 关怀在地原住民的生活问题 他们的小孩子的教育 还有他们大人工作的问题 都还蛮需要被关注的 就觉得他们真的很需要去外界的 我们像我们这种大学生 或是媒体去注意到他们 专题制作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学生 能不能顺利毕业 所以过程必然不轻松 但大学生们回想起来 却是甜蜜在心头 因为收获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东西要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那这东西遇到的困难 会比其他同学拍的还要过 那我们在这之间大家会互相帮忙 然后去想办法怎么去特别 他们现在的制作水准 一年比一年更进步 然后加了非常多的现代元素在里面 六月黎歌想起大学生在学四年 学习成果究竟如何 超科大传播艺术系的学生 用精彩的影像创作 为大学生涯画下完美句点 记者微停台中次不到